观七菩提分,七菩提分,如何修呢? 当具足念菩提分时,我们观察这个实相, 哦,现在具足了念菩提分。 当没有念菩提分时, 当没有念菩提分时,我们观察到, 哦,现在没有念菩提分,我们也接受这个事实。 我们观察到,所有过去累积的念菩提分, 现在浮现到心的表面上来帮助我们, 然后,所有那些已经从内心深层浮现到表面的菩提分, 所有那些已经从心的深处升起的念菩提分, 他们不断地升起, 我们不断地观察这些念菩提分不断地增长, 直到圆满为止。 同样的,这个菩提分,折法菩提分, 这是折法菩提分,对实相的分析探究。 如果此刻没有折法菩提分, 你就观察此刻没有折法菩提分。 他们从心的深处升起, 我们清楚了知, 这些折法菩提分不断地发展, 直到达到解脱的最终目标为止。 当巨竹精进菩提分时, 你知道巨竹精进菩提分。 当没有精进菩提分时, 你知道没有精进菩提分。 以前尚未升起的精进菩提分逐渐升起了, 他们不断地升起,增长, 直到圆满为止。 同样的,喜菩提分, 这个充满乐受的喜菩提分。 以前从未升起的喜菩提分已经升起了, 我们不断地观察喜菩提分的升起增长, 直到圆满为止。 这个清安菩提分, 现在没有清安菩提分。 以前从未升起的清安菩提分, 现在正在升起, 你清楚地了知它的升起, 直到圆满为止。 这是定菩提分。 当巨竹定菩提分时, 清楚了知巨竹定菩提分。 如果没有定菩提分, 就清楚了知没有定菩提分。 内心深处的定菩提分开始升起了, 也是直到圆满为止。 现在是第七个, 舍菩提分。 如果没有舍菩提分, 就清楚了知没有舍菩提分。 以前从未升起的舍菩提分, 现在已经升起了。 他们不断地升起增长, 直到圆满为止。 像这样同样的这些阶段, 内在外在, 内在外在同时, 然后升起灭去, 升起灭去同时。 哦, 这就是法, 这就是法。 对时相建立其觉知, 这就是法。 不再执着, 不再执取。 我们像这样修法观念著。 感谢观看